下面请看一场前所未有的奇异乒乓球赛 这只猫已经和球合二为一 球过往 它一过往 球出界 它也出界 真是一只神猫啊 但是谁能想得出此刻它在想什么呢 所以说 喵星人的世界 我们永远不懂 再看看这位 据说它是汪星人中的金色轰炸机 克林斯曼 怎么样 头球功夫绝对了得吧 他要克林斯曼 我还比二货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评价 汪星人哦 奶奶 我知道你眼神不好 但是你要瞄准了 朝我这个方向使劲啊 记住朝我这个方向啊 瞄准啊 一定要瞄准啊 哎 孙子 怎么样 我瞄得 够准吧 下面教你一招超高难度的停车技巧 怎么样 难度够高吧 一点也不疼 大家注意我刚才的动作 就是在这下 一定要稳 然后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疼啊 好了 还是让我来教你一招机球技巧吧 百发百中 看好了啊 指哪打哪 走 其实我是想冲你那儿去的 大哥 你的字打哪 指哪 好不好 这是我第一次骑马 你要问有什么感觉 我想说的是有一种 大海的感觉 我感觉自己骑上马背之后 就在大海里 飘啊 飘啊 一个浪 接一个浪 然后 我就掉水底了 有一个成语叫啥来着 叫前仰后合 啊不对 照这样应该是前合 后仰 史蒂夫这个人有两个特性 一个是优点 一个是缺点 优点就是他的速度非常快 缺点就是丢三落四 速度非常快 让他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橄榄球运动员 但是丢三落四的毛病 让他永远也成不了巨星 谁说我成不了巨星的 我不就是熟化了点吗 我的人球能力世界第一 那天 我就这么一扔 你踩 谁接到了我的球 没错 就是我的粉丝 是谁叫你传给观众的备蛋 你还不如我儿子呢 爸爸你是在夸我吗 没错 儿子 走远点 我传给你啊 嗯 爸爸 我怎么觉得 有人在背后砸我呀 儿子别怕 爸爸这是在锻炼你呢 不就是跌倒了吗 跌倒了别怕 起来再跌 儿子 别怕你是最勇敢的来吧 控制住滑板的两端 你就能轻松的从这上面跳下来了 要记住这个滑板它会自己飞 把它想象成飞毯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 走着 嗯 爸爸你骗人 滑板根本没有飞呀 这两位选手正在矜持 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这位选手来了一记 一箭双雕 击中对手的同时 也给了自己一拳 这绝对是拳击界的奇葩拳术啊 世界拳王争霸赛正在积累进行 突然体育馆上方出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哦 这个不速之客原来是一位跳赛爱好者 茫茫人海 他只能选择拳台作为自己的着陆点啊 可是没想到他忘了拳台四周 啊还有围栏 有时候拳手的实力从入场方式中就一目了然 比如下面这位红衣拳击手 他显然对拳击台并不熟悉 教练你说我是翻过去呢 还是应该钻过去呢 还是应该滚过去呢 我是这样想的 翻过去这种行为实在是太老土 而钻过去这种行为又有失尊严 只有滚过去这种行为才能体现出我无限的创意和对拳击运动最大的热爱 好吧刚才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我现在需要退场 呃退场的方式 我也要有创意 啊 呃 谁也别拉我 让我自己啊 下来 正如刚才各位所看到的我的下场方式体现了一位拳击运动员对前击无限的热爱和他超强的柔韧性和翻棍能力 没错我就是拳王 哎呀屁股有点疼 没有想到我居然 被一根球棒给伤到了 要害部位 我要抱过这根球棒 你痛恨球棒我最痛恨我的队友 我完全是被他弄上的 痛恨球棒和痛恨队友都不对我最痛恨的是球 无论我打球场上的什么位置 那只球似乎总能找到我 然后用他最喜欢的方式来细刷我 在球场上也就罢了 那天我当观众 球还是砸到了我的关键部位 现在球在我的心里已经有阴影 哪怕对方只是做一个动作 我都能被吓到